《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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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清兩代 紫禁城是最高權力中心 俗稱金聯殿的 《泰禁城》 就是紫禁城的中心 《龍》是天子的象徵 在太和殿裏 處處都有龍的蹤影 在太和殿大殿中央 擺放了象徵天下第一 無上權威的寶座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 《紫禁城》 它是紫禁城裏 唯一保存下來的明代皇帝寶座 距今已有接近 五百年歷史 《紫禁城》的耳圈上 盤繞著十三條 形象生動的金龍 耳背上 同樣也有金龍裝飾 並雕刻了雲紋 火珠、短草紋 非常精美 這張金光燦燦的龍耳 是不是用純金打造的呢? 實際上並不是 而是通過一種優七工藝 將木頭做出黃金的效果 首先 將黃金在特製的膠水裡面燃墨 之後去膠、曬乾成為金粉 再用絲棉筆掃到上膠的木製龍耳上 最後 罩上一層透明的漆 形成金光閃閃的效果 我們再看看周圍 龍耳兩邊一共有六條金色的盤龍柱 上面都吊黑了一條栗栗如生的盤龍 金碧輝煌、盡顯氣派 這些盤龍柱 都是用匿粉貼金工藝打造而成 這種彩畫工藝 有些類似在蛋糕上面表花的感覺 大致有四個工序 首先 畫好需要進行貼金的圖案 將膠、灰土等等材料混合成膏體 裝入特製的裱花袋一面 再將膏體裱在圖案輪廓線上 最後 在表面塗上一層 專門用來防腐、防收的銅油 將金箔貼上去就大功告成了 據不完全統計 太和殿的龍裝飾 有大約一萬四千柱 可見它尊貴的地位 下次去參觀太和殿的時候 大家不妨自己試下數下